肝病是台湾本土病 不论是慢性肝病 肝硬化还是肝癌都榜上有名 而B肝吸肝病毒则是最大远凶 全国里面的死亡率是 占了前三名之内 是第二名肝病是第二名 根据统计 全台湾约有300万名B肝代元者 全世界最高 每年约有1万人因肝病往生 每50分钟就有一个家庭 因此破碎是很惊人的数字 因此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 便陆续在全台推动免费肝炎大检验 乡亲们只要在30号 这个礼拜六上午8点到12点 到县府大厅 就能接受价值1800元的免费检查 来听听艺人的现身说法 舅舅就像是我的爸爸一样 结果去的时候 他已经是甘来的默契了 为什么呢 就是甘是一个没有知觉的一个细胞 所以当我们真的发现的时候 通常都已经是到了非常非常默契了 所以当我自己亲自当了妈妈之后 我一直告诉我自己 我要活得好 我要活得久 因为我要照顾我的家人 100人当中就有4人有吸肝 20个人有鼻肝 甚至有许多人对肝病三不取一无所知 而延误治疗时机 这个礼拜六的4000个名额 民众要把握机会 关心自身 看家人的健康 新闻新闻杨文莎 惠康采访报道